第六课 一分钱一分货 课文一 张远和李静聊李静昨晚的购物经历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一直没人接 你忙什么呢? 昨天妻子让我陪她去超市买果汁 我把手机放在家里了 买这么点东西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啊 我们先去逛了会儿商场 一进门 售货员就热情地为我们介绍这介绍那 他买了一条裤子 一件衬衫 两双袜子 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买东西时 我只看自己想买的 而且喜欢自己看 自己选 不希望被别人打扰 是啊 回家以后我才发现 竟然忘了去商场的超市买果汁 商词 果汁 售货源 袜子 打扰 竟然 课文二 王静在商店买西红柿 西红柿新鲜吗 怎么卖 七块钱一斤 您放心 保证百分之百新鲜 怎么这么贵啊 我记得昨天才三块五一斤 今天的价格是昨天的两倍 您问的这种是绿色的 一分钱一分货 每天吃一两个这种新鲜的西红柿 对皮肤有好处 好 那我先买几个尝尝 好的 给您西红柿 一共两斤 十四块 生词 西红柿 百分之 倍 皮肤 好处 肠 课文三 李进在商场买行李箱 先生 我们店的行李箱都在这里 请问您要什么样的? 我想买一个轻一点的 您看看这个 不管从价格方面看 还是从质量上看 都是值得考虑的 质量是不错 请问这个多少钱? 现在我们商场正好有打折活动 打完折是九百九十九 另外 一年内我们都负责免费修理 你们的服务不错 价格也可以 就买这个吧 生词 轻 方面 值得 活动 内 免费 修理 课文四 顾客朋友们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书店今天举行购书送好礼活动 购书满一百元 送一个笔记本 满二百元 送一本词典 另外 一些图书还有打折活动 其中 小说七五折 地图八折 留学考试用书六折 如果购书满五百元 可免费办会员卡 以后购书可打八折 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和所有的小朋友 还可以获得一份小礼物 欢迎大家选购 商词 支持 举行 满 其中 小说 会员卡 所有 获得 人们常说 一分钱一分货 意思是 东西的质量和价格 有很大的关系 也可以说 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 一般情况下 你花的钱越多 买的东西也就越好 其实 也不一定都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 质量很好的东西 也会很便宜 例如 春天来了 冬天的衣服就会打折 质量很好 还很便宜 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 一到节日 商场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降低价格 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的东西 商词 情况 例如 举办 各 降低